好 没有错 尤其台风天非常的危险 但包括了在菜价的部分直线的上涨 前两天一斤160的三星葱 在今天已经卖到了220块 就连温室的番茄 叶菜类也都调涨了两到三成 而说到宜兰的海边 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强劲的风势 南方澳这里的情人湾 风大到站不稳 小选台风铺台 宜兰苏澳风势明显变强 尤其南方澳情人湾 阵风强劲 更是几乎站不稳 靠近岸边 浪头越来越高 还是有民众冒险来观浪 同一时间 菜市场也涌进卖菜民众 老板娘手没停过 民众台风天涌进菜市场 想赶在涨价前赶紧买回家 但不少菜类已经通通调涨 三星葱一口气涨了将近四成 温室番茄 叶菜类 价格也调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现在在买的话会怎样子做一个卷展 买少一点呢 蔬菜类有比较贵的情况 还好啦 还好喔 这涨幅你觉得还OK啦 还能接受吗 还OK啦 不过另一头在南方澳市区的海鲜餐厅 业绩却没受到太大影响 如果说风雨比较大的话 其实有些客人他们也是会 就是因为台风天 所以他们会取消定位这样子 还是稍微会有一点啦 但是没有差到哪里 民众趁着风雨不大的时候 还是出门用餐 县长林姿庙也到抽水站 视察抽水状况 这天灾地边不会抖一红 但是今天特别来到这边 要视察抽水站 是不是它的设备 还有随味的监控 有没有呢 这个如期 仪然还在警戒区范围内 民众得做好问全的方台准备 记者王毅德 焦顾风红 方轩 彩虹报导